在墨尔茶叶瓦厕城进行的白菜节 9月份在萨利亚采摩托 进行葡萄酒的清淀和秋天水果和蔬菜的不同建筑活动 萨利亚女人今日也用这些果子做果子 果酱、酸菜、羊辣椒等其他的果等食物 这是萨利亚美食的传统 外国人也赞扬它 关于饭菜说话时 萨利亚人喜欢问对话者是否知道 食流涉及着钱 这里也用夹子吃了饭 其他欧洲国家当时才开始了用道具 关于社部能说 为了食劳的萨利亚社部不忘记而保留下去 在很多的地方则虚多年来 组织警醒民教 警守而社人 尝一尝早就用一样舍不做的菜的活动 墨利亚也网策证证明这里更进一步 白菜介绍的转造人 米伦多喜奇说很长时间就考虑了怎么安排这样的活动 2003年就交了几个朋友 在做酸白菜的节日开始之前 煮好比较多的白菜 而把饭菜给正名和客人尝一尝 白菜的节日的一年就引起了大约七千到八千个客人的注意 本人就没有想到一年来一年将来越来越多的客人 而且这个活动将列入萨利亚请天活动的热力 在位于萨利亚中部苏玛迪亚区的摩尔萨叶瓦财城 就种着比较好的白菜 而且用这种充满于北深素的蔬菜做的饭菜 烤箱从过来就作为制成营养的组成部分 用白菜做沙拉都能煮蒜白菜和甜白菜 烟水就满足你吸维生素 而且老年人在煎火、煎灌烫等的情况下 浸热也用白菜的压布放在等的地方 最有名的是红利的煮白菜 这是正式的美式 放菜因为用几种肉类而做 在莫尔萨叶瓦财城签注白蔬菜的时候 用白菜做十种饭菜 那么多的饭菜就能满足每个人的胃 据证明说 白菜里有多少个维生素 就有那么多用白菜做的菜 这些的记录在这个活动中 用多少蔬菜和肉类 数量很大 人的胃口也不错 近几年用三个车皮 白菜和一个车皮集中 鲜肉和干肉 很多的鲜料 首先洋葱、大蒜、辣椒和辣椒粉 当管理的厨师 老百姓都绝对用瓦罐 做红利的白菜 使用按严格的系列放进 白菜中间永远是肉 红利的白菜用小货几个小时 有时候整天追逐 不管谁做饭 结果就是好吃的菜 是不当然重要 但是可能最重要的是 饭菜用爱情而做 在吃好的地方就找得到 数码地亚的白酒 首先人民跳舞、唱歌 客人也喜欢这样做 文化与艺术和民国集团 也得到为参加 白菜日 庆祝活动的邀请书 同时也组织进行民间 装作作品 特别是手工的展览会 谁愿意经历 撒瑞亚农村的魅力 就应该抓住 去木耳茶野瓦测证参加 白菜街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